受疫情及外圍經濟環境惡化的影響 上星期我們再次下調了今年全年的經濟預測 顯示今年香港的經濟正面對較大的挑戰 企業的經營及發展備受考驗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之後 堅持以科學為本精準抗疫為原則 務求以最低的社會成本達至最大的防疫效益 上週五綱實施的3加4檢疫安排 就是希望在有效控制疫情的風險的同時 便利回港的人士及旅客 讓到涉外的經濟活動可以重拾動力 我們也是在此全力籌備 在今年11月初舉辦的《國際金融領袖投資高峰論壇》 以及盡力促成香港國際七人籃球賽在同月舉行 這些標誌性的實體項目 讓我們朝著商貿開放和經濟復償再走近一步 同時激活香港和國際間的聯繫以及互動 重新策略香港這個國際知名品牌 在此考驗使出會議 新策略香港人自在村民 新策略香港人自在村民 這間玉度 新策略香港人到現在 因此 攻略香港人自在村民